布里会台下众多议员抗议 执政联盟一声令下 绕过议会表决法案强行通过 不仅一场内一片哗然 场外的民众怒火也被点燃 法国年金改革争议不断 政府打算将退休年龄 从六十二岁提高到六十四岁 且二零二七年开始 工作满四十三年 才有办法领到全额退休金 许多民众认为政府应该透过 向企业和高收入者征税 来弥补年金赤字 而非直接把刀架在劳工脖子上 法国现行年金制度采取随收随负制 退休金主要来自克税 当前退休人士的退休金 有还在工作的劳工负担 然而法国如今人口结构改变 人口高龄化出生率不高 失业和青年贫穷加剧 下一代人领到的退休金 将越来越少 有政府和工会曾提出 借由提高劳工和雇主 每个月缴纳的分摊额 就能避免年金破产 不必提高退休年限 也有国会议员表示 要顾虑到妇女会因为生育中断职业 女性劳工恐怕会更晚退休 不过这些不同的声音政府似乎采纳不多 尽管在野势力试图透过不信任 动议向扳倒政府并阻止法案 最终却仍以仅仅酒票之差 宣告失败 只能盼望宪法委员会能挡下一切 总统马克宏则上节目强硬捍卫立场 强调新法年底前就要生效 支持与反对方各执一词 马克宏这番言论 加深政府与民众的隔阂 数个月来法国各地动辄百万人的示威 和罢工不断 老百姓游行年金制度 更害怕法国引以为傲的民主走向绝路 法国的自由民主发展 堪称世界典范之一 三权分立和社会契约概念 是许多追求民主化的国家 相继模仿的对象 然而这几年极端主义盛行 如今又来一出中间路线 执政党罔顾民意 福利和民主大国的招牌 已经摇摇欲坠 公司新闻两眼编译